照片中的車輛被一張張的報紙貼得滿滿滿 幾乎看不到車體 因為車主闖入別人的私人車庫 大啦啦的停車 而且不留聯繫電話 讓車庫管理員好火大 除了用報紙層層包覆車子 還留言你真的很黃鞍 意思是沒水準啦 顯然黃鞍已經成了最新的罵人用語 類似的狀況發生在寸土寸金的 台北市時代夜市附近 一輛報廢車就這樣停在私人停車隔裡 還占了兩個停車隔 而且一停就是十來天 引發地主不滿 直接噴漆在車底切憤 十來天了吧 那被噴漆噴多久 五六天吧 我看到 本來是他私人的停車位 相隔不到兩公尺的距離 又是一台報廢車輛 一樣又是一次占用兩個停車隔 讓人百思不得其解 車主為什麼要這樣停放 如此自私的行為也難怪會引來糾紛 謝謝葉瑋玲,許曼家,台北報道 謝謝你 謝謝你